好我想问一下大千哥 就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 2023年黄金价格涨幅 已经超过13%了 当然现在外界的分析是觉得说 美国降息助攻 龙年金价挑战 要挑战历史高点 2135美元 美国究竟会不会降息 现在说法是很分歧的 就是在美国去年的 Christmas长假之前 华尔街当时就乐观解读 联准会的谈话 说他释出了鸽派的讯息 所以这代表美国会降息 但是后来联准会随即 就反驳了这样的说法 说这样的说法是过度乐观的 而且错误解读 所以到底现在美国会不会降息 当然还是要看数字说话 你就要看美国接下来 这个第一季度 他们到底 他们的这个通货膨胀的状况 有没有得到改善 那么当然他要得到改善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鸿海的危机爆发了 所以全球的所有的航运的成本都提高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说美国还能够 这个维持一个 这个通膨向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恐怕也未必如此 所以现在你说美国会降息 恐怕大概大家都说不得准 那么但是美国虽然 他不见得要降息 但有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都同时表达这个肯定的方向的 就是美国的财政状况真的太烂了 就是美债到底能撑多久 没有人知道 美元到底能守多久 也没有人知道 美国会不会债务违约 会不会影响到美元的这个汇率 会不会影响到美元的价值 那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 世界各国做外汇储备的时候 他的考量 就是说我今天 通常我的外汇储备 就是以美债的方式持有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这个美债看起来 这个长期 这个命运很难预料 那么大家现在的状况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在 这个大家都在买短期的 短天期的美元公债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对长天期 根本就没有信心 完全没有信心可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大家就会采取 把他的这个风险做分散 因此他的外汇储备 就会寻求比如说日元 欧元 甚至还有一些国家 可能选择什么比特币 黄金 这都有可能的 那么最主要的 就是为了要避险 那再加上刚才讲的 各国大选将至 不要讲各国 就美国就好了 接下来影响全世界 最大的两个选举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欧洲 美国的选举 川普会不会当选 马上就会改变世界的格局 欧洲的选举 这些极右派的 这些政党会不会获胜 马上也会改变 整个欧洲的面貌 那这些东西 对全球来说 未来都是不可预知的风险 而且现在看起来 这个欧洲的极右派的 这些政党 看起来声势上涨 现在看起来川普 好像又有胜算 这些东西都会把 整个全球现有的 一个稳定的局势 带到了另外一个 灾难的现场里头去了 那你更不要讲说 地缘风险偏高 现在俄乌战争还没有打完 这个乙哈冲突没有结束 鸿海的这个危机爆发 然后南北韩看起来 现在又不太稳定 还不要讲说 民进党执政之后 两岸关系能不能够和缓 这些都是地缘风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刚才讲过 也许不是因为美元升息 而是因为对美国 美债没有信心 对美国的财政状况 高度忧虑 然后对于全球的 两个大的区块的选举的结果 没有办法掌握 再加上地缘风险的危机 那当然就会导致到 大家就去买黄金了 那因为现在看起来 黄金就是在这种战乱中 最保值能力最强的 一种储备的工具 所以未来当然金价 看起来在短时间之内 还是有一定上涨的空间 陆媒从卫星照片做的推测是 某间船厂正在分段建造大船 很可能是这个洞七六型的两栖攻击舰 这个部分是可以充当中国的直升机 跟无人机的航母 我一个一个讲 首先我特别要讲明的就是 南海本来就是中国的 这东西毋庸置疑 九段线是谁划的 是我们中华民国划的九段线 为什么 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 美国你安格鲁沙克逊人 凭什么说美国是你的领土 因为那时候就是你去占领那块土地 然后当时的印第安人来讲的话 他没办法抵抗你 那南海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只有中华民国有海军 你不管是菲律宾越南 或者是南边的马来西亚来讲的话 你们根本就没有这能力 去占领那块海域 那就中华民国那时候有海军 可以占领这块海域 所以那个九段线是中华民国划的 在那个时候已经划了九段线 当然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 这是没问题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确实 也有实际上面有占领 不管是现在来讲太平岛 当时还有一个中叶岛 也是我们这个派兵有占领过 所以那个地方是我们的 是绝对没问题 那现在美国这个 跟菲律宾搞这个演练 我跟你讲 那根本就是在 根本就是在这个 闹剧一场 为什么闹剧一场 你美国敢不敢开炮吗 你拿军舰去 你敢不敢对 中国的海警团开炮吗 我跟你讲 他绝对不敢 因为他不敢升级到 军事的那种对抗的层级 那中国现在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海警船 就是我只是停留在这种 就是民事的部分 我用海警船 他弄不过海警船 但美国又 菲律宾自己本身 又没有海警船来对抗 没有相对可以对抗海警船 美国又不可能 把他海警船开到菲律宾来 所以弄了半天 你只能用军舰 用军舰你敢打 你敢开炮吗 你不敢 就算你开炮来讲 你如果真的是军事 中国恨不得你 你开他一炮看看 你开他一炮他又飞弹打你 对不对 那倒是看看比赛谁赢 毕竟这个地方中国有主场优势 这个海南岛是中国的 这个055 还有南部那三个岛礁 都是中国的领土 你只要开了炮以后 中国恨不得你开炮 你开炮就名正言顺 南海就是中国 实义上面派兵占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滨海战斗舰 这个本来就美国要淘汰的军舰 你拿到这边来做秀 来闹剧一场 你根本就没有用的一种武器 拿到这边来 也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一个军演 你下午谁啊 你下午外航 外航人还可以 你下午这个军方来讲的话 你下午不过去 因为你不敢开炮 第二个我讲卡尔文森号 其实跟这个福建舰来做个比较 我跟你讲福建舰 大家会怀疑说 认为说美军很强 我跟你讲 卡尔文森号 大概20年前 30年前对付中国可以了 或拿去中东那边下午 中东那些土豪还可以了 你真的是对福建舰你试试看 我跟你讲 为什么你知道吗 卡尔文森号用的是蒸汽禅室 你各位你去看电视上面 那个蒸汽禅室 航空母船出现的时候 那飞机出去后面有一道白烟 一串白烟 那是什么 那是水蒸汽 那蒸汽禅室 道理很简单吧 它就是把锅炉烧开 用那个水蒸汽 我们知道水蒸汽有那个力道 那你看上面那条缝 你一下飞机残出去以后 你多少水蒸汽就跑掉了 你要重新再烧开水 他们有评估过 大概就是航空母舰来讲的话 你残射飞机出去 每次耗掉的能量 有将近90% 所以你要重新再把水烧开 你大概残射个实价 后续来讲你可能就要停一段时间 重新用锅炉把水烧开以后 你才有水蒸汽 这个是不变的一个物理道理 所以为什么美国自己 也要发明电子弹射 研究电子弹射 就是它只要有电能 电能能够储存来讲的话 全船的动力来讲 能够用这个电能来讲的话 它可以发射飞机的次数来讲 就可以不受限制 所以我觉得 卡文绍已经50年了 它已经是面临要淘汰的时间了 只是说美国现在新的甘乃迪号 一直照不出来 还没有办法照出来 所以它继续在演绎 那卡文绍号已经是准备要除役 它已经服役50年了 不只是卡文绍号 包括这个甘乃迪 不是 就是到中东区的那艘航空母舰 其实也面临除役的阶段 所以它的电池 它的蒸汽弹射已经是落实 落后时代的一种产能 一种产物 因为你重新烧开水要多久 那我另外第三个 我讲说076这个无人攻击舰 其实对我们台湾威胁很大 我特别要讲 为什么要做076 076来讲的话 它的原来075是垂直甲板 它甲板跟健身是垂直 垂直目的是什么 它船肚子里面要放那些两栖战车 或者是两栖登陆艇 这些东西它用垂直 它现在076它做的是外漂式的 就是它的甲板会比较宽 而且根据这个卫星照片 它可能有两条的电池弹射器 这两条电池弹射器长大概40公尺 40公尺是不足以弹射 这个殲-16这些战斗机 有人的战斗机 但它可以弹射什么 弹射无人机 那如果它可以弹射无人机来讲的话 它可以弹射无人机 或者是攻击11 这种是隐身的 它是大型隐身的无人机 它可以弹射双尾蟹 或彩虹7彩虹6这些的无人机 其实对我们台湾影响很大 这个两栖攻击舰顾名思义就是两栖作战 那两栖作战为什么要有飞机呢 因为两栖作战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 空军来讲的话 要帮地面部队帮登陆部队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先骑作战 我们看战争片都看得到 就是不管是罗曼蒂登陆 刚开始就是一阵舰炮乱轰嘛 那它现在来讲就是把你的海岸线 用飞机来讲 对你定点实施你的武器 碉堡或阵地来实施摧毁 先行作战 第二它可以密集作战 密集的资源 就是我登陆部队上去的时候 我飞机就在你上空 我随时就可以 你如果说发现到敌人 你只要一个电话 或者甚至于我自己指挥这架无人机 就对我当面的敌人 我发现的敌人 碉堡或者是战车来40公里 第三个它主角作战 就是在后面要阵援过来 海岸线首飞的部队 它可以主角作战 我把你挡在那边不让你过来 我用飞机用无人机把你挡在那边 那以前来讲都是用直升机比较多 像这种任务来讲都用直升机 它现在用这种无人机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滞空时间会更久 它停留在空中时间会更久 第二个它带着火力会更大 第三个它可以 它可以就是直接由作战部队来指挥 省掉说是地面部队去找它的这个 登陆部队指挥官 登陆部队指挥官 再透过空军再交空军来支援 这个指挥链来讲的话 它可以更快 就是我这边发现敌人 我立刻用手插 我们看恶物战争 不是看到那些无人机 这个手安安操作一下 无人机就开始攻击 所以说我觉得说 076这种攻击潜见来讲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讲 威胁是很大的 反而我们不要不用去担心 这个山东号 辽宁号 福建号 因为那个大概就是对美军的 那这076很明显就针对它 无力要犯台的话 可能会动用的武器 动用的大杀器 对我们来讲影响很大 另外076还有一个 如果说是它纯粹就是 无人机的攻击航母来讲 它可以配合它的航舰 航空母舰 来一起对海外远洋来实施一种协同做这样 功能会比较 可行性会很大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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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